如果你是一个卖白酒的,做明烟明酒生意多年,却连一个区的销售代理权都没钱拿下,偶然得到一个机会可以把白酒销往整个外太空,你会怎么做? 假如你是游乐园里的一个耍头师,可是生意萧条,游客在许愿池里面投入的硬币都比你赚得多,忽然间一个故事猴子的外星人可以让你把他当头训练大巴一笔红材,你会怎么做? 而这个看似荒诞无稽,实则处处讨厌人性的故事,却发生在电影疯狂的外星人里面。 大年初一,看到了一部难得的好电影,观众们在电影院校的前辅后仰的背后,我却在喜剧的背后,看出了中年人的心酸和无奈。 黄博世音的更好,住在一个杂乱不开的房子里面,他信神,更信自己的老祖宗传给自己的手艺。 可惜观看他主持猴戏的观众,只有寥寥数几,甚至还有很多人在那里发手机。 在外人眼中,他就是一个破爽猴的,赚不到钱,老板准备把他的场地改成火锅城。 即使赚到手里面的钱,也被朋友骗去投资了,劈出劈理财,最后血本无归。 沈腾饰演的大飞,是一个烟酒店的老板,没有钱搞装修,他店子的招牌还是一个理发店的,他一心想发大财,可是处处被人偏,他一心只想结识各种经理,老板,可是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。 黄伯、沈腾,就是被生活碍在地上摩擦的我们。 他们身上的影子,就是前千万万个充满烟火气息的平凡之人,走进人群之中,一下子就会消失不见。 说实话,看电影的时候,我想起了我的舅舅,开过旅舍,亏钱,开过餐饮店,亏钱,卖过油漆,依然是亏钱。 无数次向生活巴起进宫,可是无数比被生活啪啪打脸,可是他没有因此而屈服,现在又在古岛中医按摩推拿的生意,甚至想把这个生意做到越南去。 没有赚到钱,是他不努力吗? 不是,每一次做什么事业,他的全身心投入进去,千辛钻研,他道。 微信朋友圈都是推敲自己产品的广告,在他的眼里,整天想着,就是如何把生意做好,如何让顾客开了自己的产品。 在黄博的眼里,其实也是一样的,外星人到来,黄博一心想的,就是如何训话外星人耍猴戏赚钱,如何让自己的猴戏事业发扬光大。 沈腾骂他,你一个臭傻猴戏,眼里只有猴,沈腾同样也逃不过这样的宿命。 他一门心思只想着用自己的白酒扒给外星人,想要和他合作把白酒卖往外太空。 最后这条路看起来行不通,他又想用外星人泡酒的石头,再把酒反向销售给酒厂。 看似荒,看似荒,看似充满戏剧性,可是,这就是被生活压迫得踹不过气的中年人,想要抓住到最后一根稻草。 人到中年,逃不过一个耸子。 这一点,在黄博和神腾身上,也体现得淋漓尽致。 外星人发怒,黄博立马就耸了,他拿出自己胸口的绝技,用铁链套住自己的脖子,喉咙顶飙枪,希望外星人看得过瘾。 沈腾更耸,有什么事情就拿着白酒咕隆咕隆的往肚子里面挂。 我做错了,我先干为敬。 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社交的酒桌文化,为了表现我的忠诚,为了表现我的建议,全在酒里面了。 人到中年,也喝不完的酒需,人到中年,又认不完的酒,人到中年,只能在撕裂中前行。 我们总是冒中年人为忧,油腻,可是,他们被生活压迫得心酸和不义,又有谁知道。 2016年,北京暴雨,外卖小哥钢子,因为天气原因,送餐迟到了。 顾客大发雷霆,不断合逐他,臭臭你长这样,你这长相永远都是送餐的一样。 穿着拖鞋来送餐,你咋不光,定来呢? 他用手不停的出钢子的头,辱冒了足足三分钟。 然而更过分的是,男子最后拿起外卖狠狠地扔在地上。 他只能默默捡起餐盒,小心翼翼翼放回保温盒里,踩着腾水的拖鞋落寞离开。 这一单,他需要自己赔偿,为什么钢子会这么总,一直听任务客足? 骂自己呢? 因为他是两个孩子父亲,他需要让活一家老小,比起面子和尊严,他更在乎客户会不会投诉而扣自己的钱。 无数网友看到这个孤零零的背影时都表示,特别心疼,心都要碎了,真的很想抱抱他中年人的世界,上有老下有小,不敢病,不敢死,更不敢对生活反抗,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情绪早就戒掉了。 西安火车站,忽然飘起了血,一位农民工兄弟,在战瓦等着拉过生意,可能是天气不好,一直没有业务。 他的感冒还没有好,咳嗽不断,脸色辣广,他又冷又饿,掏出怀里的蛋糕大口大口吃了起来,吃到一半,他忽然双眼通红,声音哽咽。 然后,他低下头哭了,眼泪一滴一滴的滴落在地上,来往的人群中,都是匆匆赶路的人,没有人会为一个在飘雪中哭泣的中年人住族。 他又是谁的丈夫?谁又是他的孩子? 他们可曾知道,心中那个坚强的男人也会哭泣。 中年?人的痛苦,是无法说出口的,只能深深的压抑在心底,然后在某一刻排山倒海地倾泻下来。 很多人总是说难道中年,不如狗,可是中年女人又何曾容易呢? 挑起一两百斤重的水泥沙浆,还要把自己的孩子背在背上。 开出租车已经三年了,他只能把孩子带在身边。 生活太难了,他忍不住五年哭泣,孩子会懂事地给他递上纸巾。 曾经看过这样一张图片,心酸不已,你死死地盖住站台的边缘,而你脚下的石块一直在把你往下拉。 这就是中年人的现状。 直呼上有一个提问,为什么那么多人开车回家,到楼下了不下车还要在车里坐好酒? 最高炸的回答直击我的内心。 那天深夜十二点回家,把车停在路边一个没有灯的角落。 躲在车里痛哭流涕,全身都在颤抖,没有人看见,不想被人看见,也不需要人来安慰。 在那个夜幕和车厦构成的这个小空间里,我体会到了久违的四尼忌。 但,无所顾忌的感觉,好多年没流的泪,在那一天,全部迸发了出来。 发现完了,就可以微微笑着进家门了。 曾经看过一部叫秋田的视频,它把人生分为四个季节,而中年是快要进入秋天的季节。 秋天意味着什么? 秋或盛风,说过雷雷,大思佛,在英文里还有一个意思,就是下坠。 人到中年,是不断下坠和妥协的过程。 比如说疯狂的外星人中,黄伯,沈藤其碎破干涉满街乱窜的过程中,喜剧的背后是心酸。 比如说疯狂的石头里的黑皮,一个饿了那么久的人,得到了一块面包,然后在空无一人的大马路上跑得飞快。 比如说新花怒放中的徐征,人到中年,干情破裂,到头来发现自己这么多年白活了。 而这一次,他在疯狂的外星人里面引沈藤对街的酒厂老板,依然是一个焦虑的中年人。 这就是导演明浩,他所讲述的都是平凡之后的故事,或,荒大不羁,或兴实不已,但你总能看到小人物身上的闪光点。 疯狂的外星人中,黄伯最后从外国特工手里面逃了出来,但是他不肯走,怕要救那只曾经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猴子。 沈藤为了活命跑出去又折返回来,他不能丢下自己的兄弟不管。 最后,黄伯靠着耍猴的把戏,救了外国特工,阻止了外星人破坏地球。 沈藤靠白酒与外星人建交,救了整个地球。 那个骂地球口是不如的外星人,那些说自己是地球上最高端人口的特工,都被这两个人怂了中年人给啪啪打脸。 不要看不起那些负重前行的中年人,如果可以他们抱下肩上的大子,他们会比你们走得更远,活得更加精彩。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,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 所以啊,请多关心你身边的中年人,他们始终有砥柱,不易和心酸,根本没人知道。 他们是你的父母、丈夫、妻子和朋友,请多一份沟通,多一份理解。 人生只有相处支撑,才能走得更远。 世界再大,大不过一个家,工作再累,家人的理解就是最好的安慰。 有了家人的祝福和兵主,我们才能走得更远。 在这里,大家可以在这里怎么办。 那边,他们有一份计划的剑筒文字、计划筹文字、优画广带文字,优画广带文字、封文字、封文字、十字幕。 对不同的事用,你可不明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